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黄雨萱 著名美术馆中有一只从开馆就在鱼池里悠游的黑天鹅小黑 亲人的小黑非常讨论喜欢 不过顾到一只的身影也让民众相当不舍 近来美术馆传出好消息 替小黑找出一对黑天鹅新朋友 还举办了命名活动 欢迎民众来为新朋友取名字 金山区的著名美术馆为人所知的 除了著名老师的作品之外 馆内还有一只从开馆就一直在池子里悠游的黑天鹅小黑 不少民众一定都觉得这么大的池子里 只有一只小黑是相当的孤单 为此著名美术馆在最近传出了好消息 不但替小黑找到了一对黑天鹅同伴 还举办了命名的活动 民众只要到著名脸书官网 就可以帮这对新同学取名字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小黑孤单很久了 所以我们特别终于引进了两只新的黑天鹅 他们是一对couple来跟小黑作伴 现在我们也特别举办了命名的活动 希望大家来为两只新的伙伴们一起命名 其实每一个游客都会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他只有一只黑天鹅啊 好可怜哦 然后朱老师还要做了假的白天鹅在池里面陪他 那我们其实已经跟需求的单位已经booking很久了 那最近呢终于他们两只呢也长大成人 然后可以下水这样子 黑天鹅小黑从开馆就是馆内的公关大使 非常的亲人也很爱说话 不过只剩下只身一额的身影 也让朱敏老师特别打造了白天鹅作品与他相伴 民众有时也会向美术馆反映 觉得小黑是相当的孤单有些舍不得 等待了许久终于有新的黑天鹅加入 而美术馆也相当替小黑开心 不过由于黑天鹅有地狱性的关系 目前让小黑与新同学隔离两池 等待熟悉过后才会开放让双方共同生活 我们非常开心了 但是呢我们也有一点点担心 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得到池子里面 有一道围墙 因为天鹅其实是有地狱性的 所以新的伙伴进来的时候呢 还是要让他们先适应一下 让他们互相认识彼此之后呢 大概等个一两个月 我们再看状况来把这道围墙解除 为了要庆祝美术馆有了新的生机 特别邀请民众一起来为这一对 一公一母的黑天鹅取名字 只要到著名脸书的官网就可以参加 创业命名入选还可以获得精美小礼物 著名美术馆欢迎民众发挥创意 为新同学来命名 记得要到品刊 金山采访报道